地方信息来看到嘉义市拼观光成果丰硕 市长黄敏慧6月份才率团访日 拜访了座永百年历史日本第三大日本旅行旅行社 对方也选择在8月份的时候回访嘉义逐一彩线 是第一次跟台湾的县市合作 对于嘉义市的块木和森林铁路等城市特色 可以说是赞誉有加 未来将会为嘉义专门设计旅游行程 台日携手透过了密切交流 要共创观光双赢 嘉义市政府好热闹 勇妈市长黄敏慧接过对方制赠的纪念品 笑到合不拢嘴 因为全日本第三大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旅行旅行社 特别来嘉义彩线 要设计专属的旅游方案推荐给日本民众 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 在做好更美的嘉义市 让大家愿意来 爱来 而且一来再来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机缘 还跟市长热市非常高兴 那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继续维持永久的关系下去 那回去之后我们会努力的把日本客人送到我们嘉义来 其实六月中黄敏慧也才刚到日本拼观光 一个多月后对方也到台湾走访嘉义 台日合作催出旅游热度 日方也承诺将派出考察团 研究嘉义的美食 旅馆和观光景点 要用嘉义的美以及浓浓人情味 圈粉日本游客 阿易是一个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 救急不用删着也好删着 招待座上宾 地主必得展现诚意 黄敏慧带领日本旅行社 品名阿里山高山茶 游玩森铁车库园区 闻着矿木箱 搬出台湾小城的温暖魅力 吸引日本旅人 记者蔡崇文佳报道